就让大家吃一家长春连锁的麻辣烫店 比较出名的一家麻辣烫 叫老赵太太 就是这里 东北第二闸串 那东北第一闸串是谁呀 啊 好冷 我真的很不想摘帽子 因为他已经把我的头发压塌了 就很丑 可以不摘帽子吧 可以吗 起码可以打出来 他们家也是扫码点餐 也没点啊 啊 再点了再点了 手写还是那什么 可以手写吗 我手写吧 谢谢 好嘞 他们家经典的就是这个 红油麻辣烫 要麻辣的 炸串要一份排骨 要一个鱿鱼 软粘膜鲜膜来一份 你好 我问一下 这个在哪里点呀 这个外出鞋 好的 毛肚自由锅 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帽子摘的是什么呀 因为他这个特别压头 就这样了 就很丑你们知道吗 就突然就是那种美女变野兽的那种感觉 这个就是那种 没有牌子啊 就是网上买那个对对帽 自己去搜吧 还是戴着吧 戴着显得可爱 豆奶 它是热的 哎 热的 这热的就真的很好看 这个热的 我点的东西就都上来了 满满一桌 给你们看看 这个是毛肚锅 然后这是毛肚 底下有一些素菜 然后这个就是我的麻辣烫 它这是老式红油的这种麻辣烫 然后我要的是那个细粉和冷面 看 哇 它这个看起来挺辣 但是我记得 吃起来不是很辣 就是很香的那种 这个是炸的鲜膜 然后还有一些炸串 先来一口 这个看起来好香 哇 这个串是炸的排骨 这咋嘛吃 聪明 它这个脆骨有一些肺牙 它这是麻辣排骨还是麻辣脆骨 看这个鱿鱼超大一个 我前面 这些大哥点了好多串 他们好像在这里喝起来了 就是东北的麻辣烫店 要么是纯麻辣烫 要么就是这种休闲 消遣娱乐的地方 好想和他们坐在一起吃饭 他们扁的又多 吃的又香 再秒 三秒 这个毛肚锅上面有20串这个毛肚 然后下面还有一些素菜 就是有这个供菜啊磨浴啊 然后还有一些鱼豆腐 我本来想学一下钢骨 学不来 学不来 它是怎么能做到全乳菜的 上面撒的芝麻好香啊 我把这个毛肚录到我的那个麻辣烫里 这样我就拥有了一个毛肚麻辣烫 大家尝试它这个里面的这个素菜 它是魔芋给的好多啊 看 因为它这个锅比较淡 你可以管它要麻酱或者要油底 你就说 除了东北还哪有这种麻辣烫店 既能吃涮串 又吃炸串还能吃麻辣烫 还有一个这个炸馒头 菜式炸是那种又大又白又软 非常好吃 东北的麻辣烫是一个很神奇的卧土 它会有麻将流派的 红油流派的 然后还有那种什么骨汤流派的等等等等等等 都有各自的风味 我看这个酱是什么呀 这么好吃 我看他家还有那个臭酱大头菜 我看他家还有那个臭酱大头菜 像我们土生土生土生的东北 我都受不了 我妈能吃 她觉得很香 她的臭酱就是拿那个黄豆发酵了之后 老臭 老臭 小时候我老家住农村就是那个平房你知道吧 然后旁边那个钢就是都有大钢一周开 它那个味儿哎呦挺满的 吃饭就不说那些不雅之词的 反正你们就自行想象的 最近天太冷了 如果大家同意的话 我就在家吃一起 每一周吧 争取一周只有一次 或者两周只有一次 我还要了半碗饭 他这个炒饭是一盘一盘的 我这是讨来的一碗 我们家那个酸菜 我们打开了一下 那我味 那我酸的味道 味道非常正 所以未来的几期可能会给大家出一期在家吃酸菜的 太逼了 白天当牛马 晚上当皇帝 这也太香了 这个可以拿吗 哎 谢谢 够了够了够了 慢走 吃完了 拿了点这个泡汤 小时候的味道 吃完了回家 明天继续当牛马 拜拜 我 我 我